这几天中超因为种族歧视的世界再次得到了聚焦,长春亚台球员张力在比赛中和上海绿地圣花的外园灯巴巴爆发冲突,灯巴巴情绪十分激动,在比赛结束后,甚至要叫张力理论。 在之后的采访中,灯巴巴说张力在比赛中很长一段时间,一直对着他叫You Black,You Black,而灯巴巴在比赛中一度用手指,指着自己手臂的肤色做出抗议。 主裁怕被理会显然纵容了冲突的势头,不堪其扰的灯巴巴最终爆发,之后灯巴巴在个人INF上写下,向中族歧视书部的宣言,同时向所有支持他的队友,教育员,朋友及球迷表示感谢。 灯巴巴曾效益英超的纽卡斯尔联·切尔西,2013年帮助切尔西夺得欧联杯冠军,2014年转战吐超贝希克塔斯足球俱乐部,获得当赛季土耳其足球超级联赛延薛。 2015年灯巴巴加盟上海绿地生花,在2016年中超17轮的一场上海得比中,当时领跑中超射手宝的灯巴巴与孙祥在拼抢中遭后折铲断左腿,他在医院仍然关心比赛结果,并大度表示不希望球队和球迷惯最令他受伤的孙祥。 而这一段,就是18个月艰辛的康复,就是这么一个兢兢业业的外援,遭到了冗族歧视的侮辱,这在足球场上是绝不可容忍的罪过。 之前像埃托奥、阿洛特利和阿尔维斯都遭遇过这种无足,2005年一奖梅西,那对莱自科特迪奥的后卫马克索罗在和国米的比赛中,遭到对方球迷的带幼种族主义的恶遇攻击。 激动的马克索罗热泪盈眶,一度要退出比赛,而对手国米球员阿德里亚洛和他的队友都向前安慰个鼓励他,索罗才得意踢完比赛。 在2006年机甲第25轮扒赛罗那与萨拉哥萨的比赛中,萨拉哥萨球迷在看台上做出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动作和叫声,埃托奥无法忍受这种无俗,他不顾小罗等队友的劝阻执意罢赛。 当时主裁托伦斯立即终止比赛,要求球场负责现广播的工作人员,警告现场球迷的无理行为。 最后在巴萨主教练李杰陶尔德的劝说下,埃托奥终于回到场上继续踢球。 在2013年向利AC米兰的巴洛特利也在米兰德比中,遭到了国米球迷的种族歧视侮辱。 而在2014年一场对纳布勒斯的比赛中,被提前换下的巴洛特利在替补席上双手也面落泪。 意大利媒体对此说是布勒斯球迷的种族歧视,也有说是因为他表现不好,还有就是因为巴沈斯生女事件。 而在2014年西甲第35轮,巴塞罗纳克战比利亚雷亚尔比赛第76分钟,巴塞罗纳获得脚球。 阿尔维斯在准备开球前,看台上球迷扔下一根香蕉,以此侮辱阿尔维斯。 阿尔维斯捡起香蕉后,将香蕉包开批吃了。 赛后,包括巴洛特利、苏亚雷斯、库蒂尼奥以及内玛尔和罗宝特卡洛斯等球星纷纷在射, 将媒体上晒出自己吃香蕉的照片,以此支持阿尔维斯,并表达对种族歧视的强烈抗议。 种族歧视在球场和生活中由来已久,但是作为球迷,尊重赛场上拼搏的球员。 作为球员尊重你的对手,这些都是最基本的素质。 张绿的做法实在太让人讨厌了,如果是个男人就应该为错误承担责任。 族协的调查正在进行,而事实真相定会还登巴巴,一个公平。